这是一个专业的魔术教学视频 如果你没有三年的魔术经验 就可以直接往下滑观看更加有趣的视频了 因为这个魔术需要使用超高难度的手法 将观众选择的卡片瞬间转移到其他为止 效果可以说非常震撼 首先 魔术师会拿出一副扑克将其打乱 目的就是为了证明给观众看 这副普通的扑克牌杂乱无章 没有任何的特殊顺序 紧接着 魔术师让观众在扑克牌中间随意选择一张 并记住它的花色点数 最后 魔术师再把这张牌放进整副牌中间 并用自己娴熟的洗牌手法将其打乱 一切工作顺利结束之后 魔术师把扑克牌分成两半 并通过感应的方式 选出一叠再次将其洗乱 这一系列的操作 就是为了证明观众的牌 已经乱到不可能知道它所在的位置 紧接着 魔术师拿出五张牌翻了过来 并告诉观众 这五张牌有一张就是观众的选择 然而自己却不知道是哪一张 当魔术师将五张牌一次放到右手以后 左手假装拿起右手的一张牌 放进桌面的牌碟里面 如果你以为魔术师只是虚张声势而已 那么他就会把手中的牌打开 刚刚还是五张的扑克牌 瞬间变成了四张 而且观众选择的那张也不翼而飞了 最后 魔术师将桌面的牌碟展开 观众选择的方块Q 竟然正面向上出现在扑克牌的中间 那么这个神奇的转移魔术 究竟是如何完成的 大家准备好一副牌 马上教学 首先把观众选择的扑克牌 放到中间的位置 用拇指往里推 推牌的时候需要往上提一点 这样扑克牌中间就会形成一个间隔 接下来把间隔上面的牌洗到下方 就能让观众的牌设置到最上面了 紧接着把扑克牌分成两份 并把下面的那份放在桌面上 此时你需要拿起有观众扑克牌的那叠按压 第一张拉到右手 这样观众的牌就会从最上面跑到最下面 然后用手指拨整叠牌最下方的三张 做一个间隔 并把间隔上方的牌洗到最下面 这样打开最上面的五张牌 观众的那张就会最中间的位置 接下来数牌的时候 需要在观众的那张牌下面做一个间隔 这样就方便 在数第四张牌的时候 顺势放到牌叠的最下面 当五张牌全部数完魔术师 就可以把带有观众扑克牌的牌 叠放到桌上的扑克牌上面 那么观众的牌 此时就会正面向上在扑克牌的中间位置了 最后魔术师假装拿起一张牌 放进牌叠里面 这个魔术就设定完成了 迎接你的 必然就是观众崇拜的眼神 和震耳欲聋的掌声 多谢观众掌声 扑克牌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